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公书为雀 古时候公书班用竹子和木头雕刻了一只喜雀 雕成后,这只喜雀展翅飞向天空 飞了三天也没有停下来 公书班非常得意 认为自己的手艺是世界上最高潮的了 莫子不以为然地对他说 你刻的喜雀还不如木匠技术娴熟 他们不一会儿功夫就能销成一个三寸大小的插销 这东西看上去不起眼 却能使车轮承受千斤中的压力 因此,我们看待一件事的好与坏 不能只看它的外表 要看它是否对人有利 对人有利的就好 对人无意的就不好 说话做事 要看是否有用 是否对社会有利 对社会无用 即使说得再好听 做得再漂亮 也是白搭